小二象形图 象形图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是题目 第二是key 第三是象形图自己本身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题目 题目我们要如何写呢 首先我们要找这一条题目的对象 例如这一条题目 《方便士多》统计了4月售出各种不同饮品的数量 这一条题目的对象就是《方便士多》 先把《方便士多》抄下来 然后我们就找时间 时间是4月 做了什么呢 各种不同饮品的数量 我们就可以把描述的东西 写下来 就可以成为一个题目了 第二 这个我们英文叫key 其实就是在旁边画一个圆圈 表示一合饮品 圆圈这个 稍后就会在下面出现 所以我们就要在这里 画给其他人听 究竟圆圈是代表什么 有齐齐题目和key之后 我们就可以画像形图了 看回这个 可乐有五个 所以我们就画五个圆圈 果汁有九个 1 2 3 4 5 6 7 8 9 咖啡有4个 牛奶5个 水有6个 我们根据题目比我们的数据 完成下面这个表就可以了 通常像形图最后都会有一条问题 他会问 究竟方便市多 下一个月 应该买最多哪一种饮品呢 这条题目其实是开放页式的题目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答案都没有问题 例如这条 我可以说方便市多 应该在五月买最多果汁 因为果汁在四月 售出的数量是最多的 这样已经可以了